哈喽,大家好,我是蓝星 然后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GinoSafe 它是一个多签钱包 我体验了一下 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 就是公司财务管理这一块 可能会有所突破的一个东西 多签钱包我也是前几天才体验 然后我们 看搞另外一个 现在是我已经创建了一个多签的钱包 多签钱包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私要 但是就是每一笔转账 每一笔这个转账 每一笔交易呢 它都需要多个人签署 像 我这里呢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是七个人 只需要有三个人同意 三个人签名了 那么这个资金就可以转走 好 我现在打开推特 然后呢 去重新创建一个这个多签钱包 GinoSafe 然后呢 我 这个 它的这个响应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就是一旦你遇到什么问题 比如说你不会操作 基本上几分钟 这个客户能源 就会 就会给你响应 这点是非常非常值得赞赏的 比如说 我现在打开 在就是在这个推特上 然后去打开 GinoSafe 然后去OpenApp 这网站上它也有一些介绍 好 像现在呢 因为我这个是已经创建了 我换一个地址 以太坊主网它也是一样的创建 现在我是用这个测试网 好 切换到这个地址 去创建一个 如果说是要主网创建 那么你的这个 就换成以太坊网络就好了 去创建 然后呢 我这里是 它要 如果说测试网呢 你可以去switch 你看 它有这个 以太坊的 然后 这个GinoSafe 应当就是插带 就是之前的这个插带列 然后这个Polygon网络的 然后BnB的 然后这个Arbitum的 就各个各个网络的吧 都可以去创建 现在呢 我先用测试网 然后点击这个Continue 然后再点击Continue 然后OwnerName 对吧 这个是这个多线钱包的地址 然后这里 看一下 要多少个人 你就可以自己添加 添加这个多线钱包的这个所有人 我们加一个 加一个 好 在这里去复制一下 好 这里是添加地址 简报1 然后呢 这里可以 这就是两个人的这个所有人了 然后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 这里发个地址给我 以太坊的 小狐狸的 都可以 对 稍等一下 好 我这就是一个四个人所有的这个多签钱包 那么这里呢 你这里就要选择 是多少个人 签名了 比如说 这个是你们四个人共有的一个这个资产 那么要多少个人签名 才能够进行转账啊 然后交易这些操作 我这里比如说选择三个 好 然后点击Continue 那么这里就是 至少要三个人签名 这个钱包的这个 资产才能够动用 好 我们点击Create 好 你看到 就是这里 它呢 如果说你是在BMB 这个智能链 或者说这个 以太坊 或者是Polygon 那你必须要具备 具备什么呢 就是GAS费 那么我这里是没有这个测试网的这个GAS费 对吧 那么我去搜索一下 或者说我这里去给它转点账 0.03吧 这是测试网 看来现在这个GAS费不太稳定 我看一下 我这里有多少个B 0.03 0.03 点击Confirm 我就是从测试网里面 从我这个钱包地址里面 把这个 把这个B 把我的这个测试 测试以太坊的测试币 给它转过去 在真实的钱包里面 也是一样的操作步骤 给它加点数 那么我现在的测试 那么我现在在这里呢 这个测试网就有0.03个以太坊 我现在在过去 我看下来 连接下钱包 创建简报 这个地址可以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然后呢,也可以删除掉 这个多钱钱包,然后现在就是三个地址吧 三个地址,然后好,我只需要两个人,或者说我这里三个人 三个人签名才能发生转账,我这里就两个人吧 然后点击Continue,然后呢,点击Cliate 那么它这里呢,就要消耗我这个钱包地址的这个 以待房,作为Gas费,我点击Confirm 好,那么这个多钱钱包呢,就创建成功了 那么点击这个Get Started 手机上应当也是同样的这个操作 我记得这个是有这个手机上的网络的 在手机上也可以下载 然后外部端也有 桌面这个桌面桌面板也有 多签,当然你也可以创建一个个人的 各种网络都可以吧 它你看 有是多签钱包,然后也集成了这个Defi功能 有隐私功能,然后还可以显示NFT 然后呢,这个多签,它花费的这个签名 它花费的这个费用更少 开源的,然后已经认证了 在这个苹果,或者说谷歌配列上都可以下载 你在哪个钱包创建的这个多签 多签,在哪个网络上创建的多签钱包 你就只能在哪个网络上用 Continue 然后你看,这个就是多签钱包的地址 看,这个是二维码 你可以去扫码去转账 然后比如说,比如说要共同投资一个账户 对吧,然后谁也不相信谁 那么就可以创建一个多签的钱包 然后每个人复制这个二维码 然后去转账 那么现在我这里给他转点账 就是,然后复制这个地址 然后你在这里就可以查,可以在这个浏览 就7000浏览器里面去查这个地址 我就给他转账 好,0.02吧 然后点击Next 点击Conf 比如说,三个人决定共同投资一个项目 那么就采用一个多签钱包 那么这个财务呢 就在必须要三个人共同同意 才能使用 这个在未来的公司里面 未来的这个公司里面 我觉得这种技术是 就是利用技术手段 就确保了 确保了这个什么 确保了这个财务作弊的可能吧 好,我这里就转了这个0.02个仪台网 当然是虚拟币嘛 然后你看,这个是assets 然后这个是coins 就是币 你有多少币 如果是nft的话 那么就是在这里 nft 当然我现在这里是没有吧 然后这里的transactions 你看,它的历史收到了0.02个仪台网 然后这个queen 等一下我再解释 这个是adjustbook 然后app 他可以跟这些就是 跟这个借贷 compound去合成 就是已经有这么多在里面 在这个市场里面 你可以去集成一下 有这么多 然后也直接可以在uniswap 就是这个多些钱包 可以在上面去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token 比如说usdt 对吧 然后导入 然后我给他0.01个仪台网 怎么可以换这么多 这个可能是显示有误 显示有误 点击swap 好 如果说我现在呢 要去进行一个交易 对吧 要去进行一个交易 那么我点击这个submit 那么必须要 就我一个人签名了 不行 必须至少要两个人 因为我这个是三个人 三个人的多些钱包嘛 我点击submit 好 昨天就是在这一步 比如说你拉下来 是不是 这个sign 就是还不能显示 这里呢 我们要点一下这个 这样才能够去签名 好 close 那么在这个transaction这里 那么 我呢 至少还需要一个人签名 至少还需要一个人签名 那么我就呢 就把这个 我看 我呢 就让让我的这个刚才他们去 我就复制这个这个这个地址 然后呢 去让 让我的团队成员去签名一下 稍等 像现在就是这个所有的需要多签的所有需要多签操作的啊 他呢都会出现在这个对列这里 亏议 然后呢这个是历史历史交易 那么刚刚刚刚刚刚那个我那个团队成员就去多签了 这里多签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多签呢 你也可以那个什么呢 就是拒绝嘛 如果是具体涉及到财务的 那肯定比如说 我要讲清楚 为什么要去换 为什么要去进行进行这个操作 然后是有两个人进行了签名 一个是我 我自己那个地址 然后另外是还这个地址 刷新一下 刷新之后又要重新连接钱包 然后呢可以打开这个这个区块浏览器去看一下 就是这个钱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点击这个这个区块浏览器 看一下 不是 平常是这个钱包 基本上这个打开这个哈希纸 从我这个钱包 9481 或者这个compound这个USDT 基本上就是这个这个这么这么一个操作 然后呢 如果说这个要去 比如说要添加几个人 比如说 Appearance 这里是应该是外观 名字 名字 然后呢 这里是owner 你可以添加添加新人 添加新的人 然后也可以删除 比如说我把我这个 比如说把发行这个地址删掉 那么删除的话 删除也要两个人两个人去签名 那么别人别人就可以填写一个reject 就是拒绝嘛 就是至少也要两个人签名 看一下我这里都有什么代币 这里就也能够显示的出来 好 那么比如说我要转这个USDT 给比如转以太坊吧 我比如说这里点击这个new sections 然后send funds 我呢 转给哪个地址呢 比如说就转到我自己的这个地址 好 选择转账这个以太坊 然后呢 0.009吧 0.007 然后review 然后submit 点击sign 现在是我这个地址已经签名了 我还需要再找一个人来签名 如果说你是三个人五个人 至少需要五个人签名 那就至少需要五个人五个地址 对吧 然后如果说 如果说 再去那个地址里面看一下 然后你呢 就是在那个transaction 那个queen queen那里 transaction那个queen那里 再去签名一下 这种我感觉就是真的是通过技术手段 规避了一些这个资金被盗或者说这个滥用资权的这一块的风险吧 也是很多道 很多道也都会选择选择这个GNOS 这个多签钱包来使用的 你进去把这个网络你连接 连接了之后应该看到是吧 在那个transaction 然后在那个queen那里 queue 对对对对 -0007的 对对对对 每一步操作呢都需要多签 我觉得这个是比如说成为一个就是一个社群或几个人合伙去做某项生意呀 然后去做某项投资 这是一个 我觉得在未来会很有前景的这么一个场景吧 而且确实也是干顺啊 而且确实也是干顺啊 然后这里是高级功能 好 好 再去看一下这里转账 这里呢 就拒绝了 那么这里就已经把这个钱转过来了 看一下我这个钱包里面 看一下我这个钱包里面 好像还没有自行啊 好像还没有自行啊 我这个钱包里面 已经签名了 嗯 创建了多件钱包 那么像现在 比如说现在它不能执行 对吧 不能执行呢 我们就需要可以在这里去问一下 昨天反正基本上是五六分钟 一两分钟 一两分钟它就会回复 一两分钟它就会回复 你就去问它 有可能是gas费不够了 有可能是gas费不够了 有可能是我这个钱包的gas费不够了 也不过是gas费不够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响应速度真的是非常快 那我去用火候的冷气 反正昨天我去测试一下 我觉得就是测试成功了 那么可以把这个截图一下 我给大家 好 看一下这个是哪一个 基本上就是这些操作步骤吧 然后这里这个 这个是求助的这一个 也是响应非常快 我觉得这种大家还是要 就是积极的去体验一下 你就才能够真正的感觉 区块链对于现实世界来说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好处的 光是这一块 我感觉就是在未来的企业当中 可能就会派上大用场 那本次这个录制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